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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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 time I meet you I love you my love 多麼幸運你在 每一秒需要你的時候 I want you, I love you 快给我手,带着我梦游 带着我梦想环游 越黑暗越歌唱,越频繁越发光 越是痛得哭了,越是笑着成长 越挥不动翅膀,越是想要飞翔 越是逆着风浪,越是想着光 笑容里有沧桑,眉目里有风霜 不去旁人眼光,成就非凡梦想 抬成珍珠全场,母后望着光芒 照亮我的底下,站在你身旁 小谷,已经说好了 性质厉害 虽然他们都答应帮忙 但是如果DTS内部另有阻力 他们也很难办,到时候怎么办 徐胖说,谢灵要绕个邓主任 直接找个DTS的人 那咱们第一步 也要找一个DTS的人 姐,美事不加桃 好 泡了这么多次咖啡 这次口感总算对了 我听说DTS因为内部的工作变动 邓主任要结束长住星天了 你也要调回你们的总台了吧 这是不是谢灵影响的呢 谢灵跟台里面说了一些话 邓主任表面上升职了 实际上被调到广告部去 不负责节目制作了 要么我就跟他去广告部 要么我就要从头开始 这一年的辛苦都白费了 还要 你秦潇可是电视制作专业的高材生 你怎么能去做广告呢 你少说风凉话 现在这个情况咱也知道 如果容许谢灵随意改动星天的格局 那么不但我们这些淳于总的旧部 会受到一些影响 其他的人也会遭受损失吧 是吧 布小谷 你真的很没有底线 一点都没变 我想不到有一天 你会走过来跟我拉联盟了 我收到台里确切的消息了 下次台长会议 魅力远航被拉下马 已经在讨论范围里了 这个我一点也不惊讶 其实我今天来 就是想向你讨个厨艺 解灵还是谢灵人 除了谢灵以外 其他人都太外围了 根本撼动不了台里高层的想法 我只要结果过程都不快 谢总 可以跟您单独谈谈吗 您有空吗 没看见我们正忙呢 没事 你俩继续管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疼吗 谢总 我知道您一直都希望 我在您的麾下工作 但我一直都没来找您 为什么呢 就是我一直都不太确定 您能不能像上一个淳于总一样 给我一个最好的发展平台 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我们90后 我们90后特别现实 是吗 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 仔细观察 我得到一个结论 您没有淳于总厉害啊 但是您现在是公司 最厉害的人了 我没有第二选择了 你说完了 所以我还是要跟着您混 你给我出去 你给我出去 你没有一个独家秘籍 我说完就走 你有没有经历过 当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 当成长期的竞争目标 可是又从来没有赢过的时候 他就会对这个假想敌产生 敬畏 我毕业以来 就跟着淳于总身边工作 淳于总对于如何用本土内容 和引进内容排兵布阵 造成最佳的收视效果 有一套独门秘籍 我们当时做十二哥王的时候 每一期客座明星的组合搭配 都是按照这套秘籍来的 效果绝佳 都是我亲眼所见 所以 对于一个人来说 贾晓妮的意见 比其他所有人都重要 对吧 淳于总说过 中国的观众 既传统又开放 既好奇又念旧 单纯的引进节目 或者是单纯的原创节目 都不能给他们满意 淳于总在辞职之前跟我说 要想打败M1卫视的谢灵 只要按照这本独家秘籍 将原创节目 引进节目改版节目 进行比例分配 再用一个原创节目进行领先 保证让您在两年之内 都无法超越芯片 这个是有一次淳于总说话的时候 我偷偷记下来的 淳于总当时说 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的差距 就在这个数据上 谢总 谢总 我先出去了 随时等您召唤 来 英语经纪吗 您是洛林的经纪人吗 我想给洛小姐做个采访啊 没兴趣 不是 您别挂电话呀 我是边边 您不会连我都没听说过吧 陆条网的边边 正实在下 有何鬼干 其实也没什么严重的 就是啊 我们最近在做一个热赌八卦 然后呢 主要讲的是 当红女星的奢华男友送的礼物 好多女星都接受采访了 不接受采访的 也都被爆料了 而且啊 洛小姐的好姐妹 辛惠美也在榜单上 好 那我们考虑一下好了 好好好 等您消息 不愧是编割 只需蜻蜓点水便可 鼓动风云呢 这也太小意思了 你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不用了 这个已经足够了 谢谢啊 同志们 伏笔已经买好了 等着看好戏吧 我这边应该也成了 现在谢灵的脑子 应该已经被搅乱了 容思伦和文思默老师 正在找合适的时机 准备联手 一起干涉DTS的决策 真的 我觉得咱们都可以当特工了 给咱们这队友取个名 那 要不就叫 谢灵克星 那能再涂点吗 这也不说什么样 你这也一般 顾总觉得呢 我觉得咱们还是秉承 咱们总编室一贯的风格吧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那 那么接下来 就是咱们这个战役的 第二阶段了 准备好出大招吧 走着 这个好八卦呀 编编的文章 点减量肯定破亿了吧 全国女生都喜欢看这种 幸福榜第一名 新惠美 惠美全国悬演期间 收到男友淳于乔 赠送卡地亚限量版项链 从此长期贴身佩戴 哇 有提到淳于总啊 你知道谁看了会 最受不了吗 谁啊 洛林 我看不对吧 我觉得最受不了的人 是你吧 你瞎说什么呢 全公司都传开了 说你为了我们魔鬼鱼老大 放弃了价值三百八十一许大少 谁这么八卦呀 而且淳于总 是你们拿来开玩笑的吗 没谁 那就等我没说喽 先走了 来吧 喂 秦桥 喂 我刚得到台里的消息 台长刚刚开完会 魅力远航暂时保留 确定吗 台长秘书是我闺蜜 那具体过程说说 文思默老师公开表示 反对下马 更神的是那个荣思伦 突然发脾气 非要和魅力远航共存亡 几个台长就打电话 过去给谢灵 征询她的意见 谢灵马上就怂了 看来假想敌计划奏效吧 谢谢你提点啊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挂了 好吗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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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见 再见 我从中国的GTS 很高兴认识 很高兴认识 这是我的车 很高兴认识 您也很高兴认识 李 您在英国的社会 非常有名 我愿意学习 您的电视剧 关于美国电视剧 这会是我的喜爱 雷总 你快快拆开看看呀 我还是头一回看见 公司收到律师函 这员工这么高兴的 那要是这里头说的是 我们想的那个事呢 雷姐你也得跟我们 一起高兴 别琢磨我心里啊 我看这封信 也不是寄给我的 我慢点接 我慢点接 慢点接 你别 你手笨 你捡坏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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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销的消息本来没错 谢灵引进的挑战中的 这个节目 本身在英国就存在版权争议 两家电视台为了争 这个形态的原创权利 打得不可开交 那官司没打完 谢灵就直接跟一家公司 签合同了 另一家可不就告过来了 你说秦销 秦销给这家电视台提供的消息 正好在中欧电视节上 她就碰见这个供应商 结果她就直接捅过去了 哎呀 哎呀 你们这些软妹子可以啊 你们交送外人告自己公司 三个白家子 来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您不是伦敦灵吗 这个挑战之路 发生版权争议 您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能 能怪我吗 是董事长 他跟我说要英国最火的 最潮流的节目 那我不赶紧抢下来 让别人竞争对手 偷偷怎么办呀 你们支不住M1有多少钱 我肯定没您清楚啊 谢 谢总 这件事你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我之前跟王二老师实习过 他是咱们中国 最有经验的版权引进人 您应该知道吧 废话 那是我前辈 王二老师说过 像这种版权争议的问题 这种案子特别险恶 您要是处理不好的话 不但会造成经济损失 还会让公司 在海内外的声誉造成影响 之前咱们行电公司就发生过 歌曲字字商的版权危机 当时连M1卫视 都出节目抨击星天 您记得吧 更是废话 我能不知道吗 那节目是我那么做的 虽然这件事化险为夷了 但是差点让公司造成了 巨大的经济损失 损失了大生意 所以现在董事长 现在最介意的事 就是版权争议 行吧行吧 我知道了 我会想办法的 那个当务之急 你是回去把那个 把你的节目 重新版方案 重新做一下 做好了 DTS里面等着看呢 行 看什么去呀 怎么样 怎么样 我觉得成熟的时机 大概到了 对不起二位老师 对了 你加班了这么晚啊 没关系 习惯了 那今天辛苦你了 这样 咱们那个调整一下机器 一会儿再来一遍好吧 好的 好嘞 谢谢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文老师 我来看看您 看我做节目啊 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 知道您爱喝茶 拿出来给您尝尝 这怎么好意思啊 这是天然绿色零食 阳味的 您和您的朋友喝茶的时候 可以把它当作茶点 和您的朋友一起尝尝 这可比茶叶要重十倍啊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这没什么想论的呢 我昨天可是见着淳于乔了 我也好长时间没有见他了 你是好久没见过 他怎么样 还好吗 你好 他也就好了 请您转告他 他的总编室还在 魅力远航一定是 一定可以走得更远 文老师 再见 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 谢谢 我可早就提醒过你 咱们不能这么早 签这么多海外人上节目 魔鬼已隐退了 你现在是风向标 咱们那些竞争对手和二线 可都看着你怎么玩 好了 你现在这个大户一出手 市场一下炒热了 那些卫视台 二线 也都要抢着那些海外人 现在谁家砸不起钱 老板 那些大腕够抢嘛 刚听地方给我打电话了 通话费涨一倍 一倍啊老板 你给你 闭嘴 闭嘴啊 你闭花嘴吧 能不能有点好消息啊 现在市面上真人秀太多 广告代理说咱们是同质化 不管我怎么说挑战之路 在英国有多火 他们都不懂 非要押咱们的价 我重新核算了一下报表 现在整个项目 已经开始收之异味了 要是再加上 他们说的 这翻一倍的成本 钱更不够用了 不是你们找的什么代理啊 那个孙靖远 不是跟这广告界很熟吗 找他帮忙啊 我早问过了 孙总说他手里的资源 都是多年的铁哥们 不确定赚钱的节目 他不能拿出去 伤了哥们的面子 跌他自己的份 他还说了 当初淳于乔的十二哥王 连续两季赚了大钱 他都没有帮他 介绍一单广告 孙总说 您要是想请他帮忙 嗯 嗯什么说呀 得先赢过淳于乔再说 淳于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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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淳于乔 就没个别人了嘛 他是魔教教主啊 啊 这公司人是中 中了他毒了嘛 给总裁办发邮件追加预算 真发呀 发 真发 我记错了 老板追加预算 我们在M1可从来没这么干过啊 M1有心情这么抠门吗 啊 我就不知道这个郁海伦这女人啊 她是属什么的 她怎么这么扣着一分一离的 她这公司怎么做大 哎 我还不管这个 这淳于乔当年是怎么拍了马屁 怎么奉承的啊 啊 我我我心里我做不了 这么寒酸的总制作人哪 可至少人家淳于乔 在星天从来没有追加过预算 如果你现在要追加预算 又输给他 淳于乔 淳于乔 先别发 我已经发了 您不是让我现在发吗 我 回复了 董事长 让您现在去办公室说明情况 现在 对 现在 被 被你们害死了我 我 我被你们害死了 哎 谢总您来了 郁冬已经在等您了 哎 谢谢 走 来 谢总 对面走 谢总 来 董事长 来 小谷正在跟我讲 魅力远航的分析报告呢 哦 我让他做的 我正好也想问问你啊 啊 魅力远航是一个本土原创的节目 从前期开发 投注团队 到几乎全欧洲的外景拍摄 还有最一线的一人阵容 这种情况下淳于总 从来没有跟我要求过 追加一分钱预算 并且物超所值地完成了制作 那我就要问了 像《挑战之路》这样的 引进节目 不需要任何的前期开发投入 几乎都在国内制作 为什么成本这么高 我是董事长 哎 还有 虽然魅力远航遭遇了延播 可是根据布小谷给我提供的数据 广告客户 投放的数字异响 依然是持平的 而且未来一定是看涨 那我就要问了 你需要我在《挑战之路》上 投入这么多资金 我什么时候可以收回成本 董事长 《挑战》是按照您的意思 在欧洲找的是目前市场 最火的节目 而且我们是独家引进 所以 独家引进就要追加预算 你是这个意思吗 追加预算 是《挑战之路》这个节目 要追加预算吗 布小谷 老板说话你别插嘴 不对啊 谢总 《挑战之路》 不是存在版权争议吗 您现在要追加预算 是因为要处理版权问题吧 董事长 什么版权问题 谢总 那封律师函 您没有转交给董事长看吗 是吗 凯琪 通知公司管理层 赶快开会 来 谢总 公司高层都在这儿了 这是公司的公开质疑程序 请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私自扣押 来自英国电视台的 律师函 什么 律师函被扣押了 我们行政部一收到 马上就要交给总编室了 谢总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能瞒着不上报呢 刘队 什么律师函 就是关于 就是关于挑战之路 版权争议的律师函 我看了 我扣了 怎么了 版权争议 字字商这个项目之后 公司有规定 绝不能出现版权争议 挑战之路 居然有版权争议 谢总就拿着这种 有版权争议的项目 想要冻结我们的项目 一次版权危机伤我们 还不够吧 谢先生您想搞什么名堂 我们公关部哪儿得罪你了 是想让我们死吗 有版权争议必须尽早解决 但是谢总扣着 这个律师函不上报 瞒着所有人 这算什么 这是严重违反公司 规定的行为 一次节目引进失效 违反公司规定 事大 还是谢总胆大 这事我都不敢来呀 我就算不瞒着你们 又能怎么样啊 这件事情 你们解决得了吗 你们会解决吗 在这间公司 对外版权引进 我是专家呀 是啊 这个律师函我收到了 我第一时间 让我的团队就跟进了 我们和英国关系这么好 有偏要踏进小怪吗 你们以为我是那个淳云桥啊 为了一个自商 就弄得要死要活的 可笑 谢总 既然您能解决版权的问题 那为什么要向公司追加预算啊 是不是要沟通打点买礼物 这些东西都要走项目吗 你别胡说啊 这个东西 是总编室徐助理送我的 他买这个东西的钱 用的是挑战之路的预算 你别胡说八道 我什么样的女的没见过 我看得上你 我给你送礼物 我警告你诽谤 是犯法的要坐牢的 知道吗 顾小谷 你说的事情很严重 你确定有证据吗 这些事情是要负责任的 董事长我知道 今天有十五条员工守则 我一进公司 就背得清清楚楚 高级制作人 有三十七条军规 这一条一条 都是淳于总亲手制定的 我每一条都记在心上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如果我不小谷告错了 我愿意接受 任何刑事的处罚 现在 只要谢总肯配合 我愿意接受 任何刑事的对质 好啊 既然你敢我怕什么 来啊 对质啊 开始吧 对 来 董事长 小谷呢 只是提出了质疑 对质太严重了吧 别别别 这事必须得说明白了 我清白可不是 随便开玩笑的 对个屁 这是你对质 一对一个之一词 你们边边瞎话 谁知道啊 先诽谤我们的 可是布小谷 怕告不倒我们 刚才干嘛去了 纯香告了 董事长 有些话呢 我本来不太想说啊 但是事已至此 我还是说出来吧 我觉得我和布小谷呢 只能有一个人 留在咱们公司了 好 您表个态啊 各位啊 陆琳 刚刚发了一篇微博 刚刚下了班再八卦了 看看啊 董事长 这个冰锁艺客 已经有关系了 还要重新的 其实是要重新的 我就你而来 你们带来 我感到帮我 陆琳 姐姐还是结束了 别碰我 在圆琳 放心吧 凯文哥 小爷大笔一挥 骆琳肯定受刺激 不跟新惠美比情人礼物 她得死啊 顶级制作人的品费都差不多 新惠美的项链是淳于乔送的 那这个手镯呢 你一年的工资购买这个吗 你不要无力群道 你不要无力群道 在这个行业里面 除了你谁还能跟淳于乔 并称顶级制作人 我才不会的并称 所以您不是顶级制作人的 不知道这个手镯 走的是哪个项目啊 是当初的超新星 还是现在的挑战之路啊 董事长 我看不用布小谷对质了 作为公司的职业 和行政总监 我提议 马上对谢玲启动审计程序 请董事长批准 玉桃 我 谢总 你让我觉得 我真的很失败 从县里上任 到领布这个解职公告 这么短的时间里 心天闹得人仰麻烦的 英国电视台的官司 还没了结 总制作人有空缺 传出去真是丢死人了 董事长 外面市场上的人才很多 您慢慢找 一定可以选到合适的 总编室谁当领导 你不介意吗 我认为 你这么努力地扳倒谢玲 是很介意这件事情的 我只是想保住 淳于总开创的原创氛围 保住《魅力远航》 今后 只要是后来的总制作人 认可淳于总的方向 我都没有任何意见 所以这一切都是为了 淳于乔 也对 从一开始 你就看谢玲不顺眼 你是不希望谢玲占领了 淳于乔以前的领地 让淳于乔心里不舒服 对吗 我只是 你们为了对付谢玲 暗中做了很多的事情 从头到尾都是有计划的 不用否认 甚至不惜让英国电视台 来告我们 雷行告诉我的 当然 他也听你们说了很多好话 董事长 您既然知道 为什么不骂我呢 你们在大方向上 始终是正确的 更何况 我自己也犯这么愚蠢的错误 我哪要脸说你们呢 骗人谢玲 不是您的错 但从能力上讲 他是很强的 我最大的错误 是不应该放走淳于乔 你也别犯跟我同样的错误 总便使不能一日无人 你凯文 杏子 你们先管着吧 至于以后的事情 让我想想 干杯 这家的料片最好吃了 吃这个 不计 这应该叫老大一会儿来抢上 不行 这么多生冷食品 他胃好还吃不了 有人比咱们俩还了解老大 行 有你照顾 我们俩也能放心离开了 离开 你们要去哪儿啊 现在一切都尘埃落定了 《魅力远航》播出也不成问题了 我们俩并不高就呗 快别走啊 你看你 刚才还说你成熟呢 现在又变成小孩了 真是职场 又不是刚毕业的新人 现在都应该明白了吧 天下没有不散之宴席 现在文化产业发展这么快 像我们这种 跟老大在一起这么久的团队了 穿着已经很少见了 你们不但要跳槽 还要离开淳于总啊 不是 你们闹的吧 跟着老大征战这些年呢 对于我和凯文来说 是人生当中特别精彩 特别重要的经历 对于我们以后职业生涯来说呢 艺术也是无穷无尽的 老大不会回星天了 我们也有了新的去处 以后就要各自独当一面 开始实验新篇章了 干吗 你干吗 你别忘记 我憋不住 你别闹 跟你说我连小孩了 你不想我 不是这样 你这样以后 我们老大还得交给你 你你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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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兴起 我跟你说 我觉得 老大根本就不喜欢我 他已经 他跟我的感情 已经走到了尽头 什么 我当初 我就不应该追人家 你知道吗 你看 你看我这个样 要啥没啥 我应该有点自知之明 对吧 我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还去追人家 你说他以前的 他以前的女朋友多优秀 心会美 长得又漂亮又会唱歌 我呢 我自己唱的歌 我自己都不敢听 我真是自己都不敢听 还有你 还有周杨子 人家那么优秀 那么优雅 那么香 我简直就是个土逼 还有洛林 洛林都比我强 你说我不跟他表白多好 我要不跟他表白 我一辈子都能跟在他身边 我也呆不了了 我现在太难受了 你不知道我要多难受 我这人还没有自知 你能吗 你能吗 我都没有自知明了 自己给我追到了 行了 原来 你过来 闹了半天 一个多月心里想这种事 表面上沙发就断的 分裂成这样真佩服的 布小谷 我说你是不是傻呀 我也觉得 我好像是有点傻 你不是有点傻 你太傻了 全世界所有人 都能看明白事 就你看不明白 我说你作为女人 你枉为女人 你那方面 怎么那么不发达呀 妹子 听我跟你说啊 老大他能做到这一步 已经实属无意了 你还想让他怎么着啊 对啊 你想让他老人家 主动站在你面前 给你表白是吗 我就把话给你撂着 今天就算是 斯嘉丽 约翰逊站在这儿 勾引他 他都绝对不会主动表白 真的吗 真的 真的吗 真的 可是 我怎么听着不信呢 真的 这就是你们最高标准是吗 怎么 怎么了 我举例说明这个 这个事吗 是 你俩能先把我的事 处理完了再说吗 好 我还不交 我问你啊 当初谢灵没上任的时候 我和凯文是不是已经准备离开 并且已经有了家家 对吧 对 后来呢 我和凯文又都回来 都帮你 对吧 那么 你以为这是为什么呢 她妹子估计觉得 还是她自己个人魅力呢 不是吗 小谷的性子剧 我是有点担心的 我还以为你彻底生他气了呢 哎哟 我怪他了 你说来别的 你是担心 他不肯放弃总编室 一个人在那儿死撑 他呢 他好强啊 我怕麻烦太多了 会被他压垮 你回去帮帮他吧 老大 我知道 你马上要入职了 你晚一两个月过去 行吗 我老大在我的字典里 怎么能有不呢 小谷那算是我同门哪 回去帮他一段时间没问题 不过老大那个 千万别跟我说谢谢 我害怕 谢谢你 你找到新东家了吗 找是找的都定好了 不过没关系 我推了就行了 恩威传媒你感兴趣吗 恩威 那么阔气的公司 当然感兴趣了 不过我没听说他们要人 他们要我的一个策划案 要了很长时间 我打算折价卖给他们 条件是必须得让你进去 出道事实 不是吧 老大 我 你 你真是太够哥们了 你放心吧 小谷的事包在我身上 两个月以后入职 祝你一些顺利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布小谷 这么好男人 你不抓住 杏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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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话了 你赶紧 把文思梦老师的电话 给我输到我的手机上 干嘛 快快快 干嘛 我着急 着急 你那大嬷嬷是我的 我跟你说 快 快点 快点 快快快快点 快点 快点 你手刀快点 手刺手刀快点 给给给给 我打个电话 你俩别走了 别走了 爸 你能呢 你还能背下来你 我不光能背下来 好 喂 喂 文思梦老师吗 我有事要问您 什么事啊 就是那天 您和淳于总喝茶的那天 喝茶 哪天哪 那天 就是那天 十月二十三号星期四 你们俩在他家旁边的 那个茶馆里喝茶 小谷 你不是吧 你能告诉我 他为什么不理我们 到底那天发生了什么 布小谷啊 那天 这工作狂啊 是种病 你突然一离职了 你肯定啊 你得有一个适应期 趁着现在有大把的时间 好好谈谈恋爱去 你顾及那个 许少爷 许天泽那天来找我 亲口告诉我 他俩分开了 真的 布小谷这个丫头可以呀 粪土豪蛮万户猴 那你还不赶紧呢 之前呢 我跟小谷吵过几下 大概是有点伤到他了 我本来想过去跟他道个歉 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这有什么不能开口的 那真是你说那么简单就好了 还有一件事 霞伦告诉我 谢灵马上要道任兴天了 这跟这有什么关系 我怕让他知道我跟小谷之间的 私人关系之后 会给小谷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主动去约人家见个面 好好聊聊 感情上的事我没你那么成熟 我怕我一见到他 我就控制不住自己 所以先不见了吧 你有什么怕的 我帮你好好出出主意 你知道什么叫医不自医吗 你见过哪个大夫 会给自己看病的 有哪个理发的 会给自己剃头的 好借口 我这么大一个男人啊 我可从来没有传过这种八卦 今天之所以告诉你呢 那是我积德行善 我祝你们俩幸福啊 你怎么说话你这么恶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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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人对你这么好的事 你对我好 你倒是让着我来 不行 不行 不能让 这事不能让 这事换得起码都不能让 这样 咱也我先来会谈好不好 我先上去 我谈完了 我下来你再上去 事上之后我请你吃饭 我请你喝下午茶 我先来看你仰 你清醒一点 为了三倍工资 你是不是连命都不要了 你听我说啊 你让我先上你谈 只要是我谈下来的话 你干脆辞职 后半辈子我养你好不好 好不好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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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看 你看 看 新车没上牌呢 没上牌呢 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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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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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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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来看你了 老大 你怎么来了 哎呀 来 进来 这 这有点乱 我的天哪 这 你这 你这是啥情况 你 你跟杏子一样 你变购物狂了你 这都是猎头公司送的 你变购物狂了 我的天哪 疯了吧他们都 我的天哪 老大 你告诉我 到底有多少公司 想要聘你啊 那些猎头是不是都疯了 之前呢 是每一个公司 派人过来谈 后来 西四猎头 第一个寄的东西过来 然后就 一发不可收拾 就变成这样了 全都是 什么事啊 成套爱马仕 你看看 有个爱马仕是吗 两眼放光 现不一样 这 对对对 老大 那个 楼下那辆豪车是 咋回事呢 什么豪车 就停你们单位底下 那没上牌 那有豪车 那个呀 是之前有一个 公司说 等到我入职之后 会给我配一台车 然后我也没答应 他就硬给我送过来 你们喝什么 也没得选了 就这个吧 怎么了 你们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今天是工作日啊 你不用上班啊 这领导当得那么轻松 我 我们 我们也是来找你谈入职的 谁到来天安排 谁留下心主宰 越亲密越上海 过春过好或坏 回忆不曾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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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未来的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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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给出我的现在 我当然期待 我当然期待 我爱你这三个字 都过来 未来的慷慨 叫 inteli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